Hello大家好,我是林伟 今天这一则影片我要教你该如何利用Google的表单 让你制作一个可以在对方填写表单之后 你就可以自动由系统发送一封电子信 就是你的email到它的电子信箱当中 其实Google表单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小功能 那这些功能都需要透过一些程式码的控制的部分 让你可以达到这些功能的使用操作 所以其实Google表单也可以在对方填写完资料之后 自动的发信到它的信箱当中 就很类似现在市面上的一些autoresponder的一些email行销系统 像是get response或者是benchmark之类的 OK好,那今天我会在这一则影片当中教你 首先呢,你要使用Google表单就是你来到Google的这个网站 然后记得你要登入你的 如果你没有登入你的账号的话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你要登入你的账号 那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呢 你就要注册一个Gmail的账号 OK,然后你点上方的这个更多 然后它现在Google的表单已经跟它的云端硬碟Google drive合并了 所以你就点这个云端硬碟进去 OK,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像是下载Google云端硬碟PC版的一个按钮 那我们这些基本上你也可以自行去操作使用 那我们直接在网路上在Google的这个平台上面做操作 那我们首先目前是没有表单的嘛 所以我们要建议一个表单 表单就这个 它目前现在都是变成了一个新版的功能 OK好,那制作表单的过程 我就快速的跟大家简单的操作一下 那首先表单的标题呢 你可以随便打你想要的标题 好,我们标题打自动回复信件表单 然后打完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版型 那就按确定 OK,那进来之后呢 这边里面有你可以表单你要设计的一些项目啊 或者是你要选择的一些按钮 那我们这边因为操作比较方便 我们直接使用填上两个栏位好了 一个栏位是名字 然后我们把这个改成它的单行文字 然后好,完成 这样子就有一个名字的一个可以填写的栏位 那我们再新增一个栏位 那第二个栏位呢 我们写email OK,一样是单行文字 好,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很简单的表单 那新版的功能其实它可以在下面 确认页面它已经可以直接做编辑了 那我们这边改成请回您的信箱中收取信件 OK,其实这边不改也没关系 这个其实不影响 然后这边我测试一下 所以把它改一下 那新版的表单功能呢 你填写完这边的资料之后 你要选择 你要点这个选择回应目的地 因为它需要建立一个回复表单的一个栏位的功能 就是这个是新版跟旧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就点建立 它会新增一个 新增到你的云端硬碟当中 有没有,你会发现你的云端硬碟当中有两个 第一个上面这个呢 是我们建立的这个表单的这个 表单的问卷 那第二个下面呢 它有一个括号回复内容 那这回复内容的部分就是 未来对方填写,有人填写这个表单之后 他填写的资料会出现在这边 好,我们打开这个回复的表单 回复的内容这边 那我们要设定如何让对方填写资料之后 就寄封信到他的email当中呢 那我们要点这边的工具 然后它里面有个指令码编辑器 我们点进去 记得是点回复内容当中 工具 指令码编辑器 OK,那进来之后 这边你可以直接关笔 那进来之后你会发现 有一个程式码的编辑的栏位 它这边有一个myfunction 有没有 就是你的韩式库 韩式 那你这边可以 打你想要的程式码 那我这边 因为是一个介绍的影片 所以我就直接用复制的 OK,我把我的程式码复制上来 那这个简单的程式码呢 基本上就可以让你做到 对方填写表单之后 你的表单会自动送一封信 你的表单的系统会自动送一封信 到对方填写的那个email当中 OK,那我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简短的程式嘛 好,基本上它就是一个function嘛 就是一个韩式 那它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变数 像是第一个是时间 就是对方填写 里面会有一个时间 有没有,时间 然后第二个是name 就是对方填写的名字 然后这边相对应的 就是它第零格 它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阵列 就是一个程式当中的阵列 然后阵列里面就是 第零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就是对应它上面的 第零格A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就是B 第二个就是C 这样子 所以它对应的就是它的时间 它的名字 它的email 然后我们下面一样就是 我们把它的那个程式嘛 指定设定一下 然后第一行这个呢 基本上你其实都可以照抄 就照着打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mail 它这边就是会寄信到 它填写的那个mail当中 然后这边呢 这个是它的标题 就是你寄信过去的标题 像我现在标题是设成0号 然后一个惊叹号 然后记得你打文字的时候 要加一个双引号 那后面你这边打一个双引号之后 就是你要打一个加name 加name就是加上它的名字 所以它显示的寄过去的标题 就显示0号 那假如填写的名字是0位 它就显示0号 0位这样子 OK 那下面这边就是 你的 就是你寄过去的信件的内容 那内容呢 我目前预设我是打成 它的名字 就是name 然后加上 就是它的名字 然后加上什么 加上后面这一段文字 就0号 然后自动回复信 测试 OK 基本上这样子 你寄过去的信 就会 就会标题 就有这样子的标题 0号 然后它对方的名字 跟对方名字 里面的文章就是对方名字 然后写0号自动回复信 测试 OK 那这边打完之后 你就要按 储存 上面这边有个储存 然后你就 这边标题名字 你可以命名 你也可以不用命名 直接按确定 OK 然后最后就是这边有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你要点这个 长得像时钟的一样 现有专案的程式 那个启动程序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它是不会有作用的 这个程式是不会启动的 所以要点一下 然后进来之后它会说 上位建立触发程序 按一下这里来新增触发程序 就是你还没有建立 这个程式的 整个就是触发的程式的启动 所以你要做一个启动的动作 那点进去之后 它这边其实可以选择 就是你的程式 就是我们的程式的 这个function 然后活动是来自哪里 来自 它其实可以做成 来自试算表 跟来自就是表单 或者是时间导向 你其实可以设置 什么时候 寄给它 那我们这边就是设置成 试算表 然后对方什么时候收到呢 对方开启表单时 还是编辑时 还是提交表单时 那我们这边是要对方提交表单时 然后你才会送到他的email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 提交表单时 OK好 那这边你选完之后 你就直接按储存 然后这边 它说需要授权 所以你就直接点授权 OK都点完之后 你就储存 好 那回到这画面之后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 简单的程式码 有没有办法做到 自动回复的功能 那我们来 回到表单 然后我们查看及时表单 好 我们在这边填上 我们的名字 跟我们的email 好 填完之后 我们按提交 我们看一下 目前我们的email好了 目前我们email是长这样 还没有 就没有收到任何信 那我们填完之后 我们按提交 好 有没有 这个是我们刚刚设定的 这个是标题嘛 然后这边是 请回您的信箱中 收取信件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信箱 然后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它信还没有寄过来 其实有可能会掉到垃圾信件 我们来看一下垃圾信件 好 好 有没有 信记过来了 OK 它写 零好 零尾 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 来我们看一下 零好 惊叹号 然后后面是我的名字 零好 零尾 然后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里面内容应该是 我的名字零尾 然后加上零好 自动回复性测试 好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有没有 零尾 零好 然后自动回复性测试 那这边如果你要打第二行 就是把这一行换到下面 要怎么做呢 我在这边顺便教大家 OK 那如果要打到下一行的话 你就加一个 假如我们 自动回复性测试 这边要把它换到下一行 我们就加一个反斜线 然后N 记得是打在这个文字当中 反斜线N 好 然后你再按一次储存 好 那这时我们再 重新填写一次这个表单 我们重新填写一次 好 这边是填名字 好 我们重新填写一次表单 这边填你的名字 我们都填跟刚刚一样 OK 我们填完之后就按提交 好 好 提交之后我们就把它关闭 一样回到 我们的email当中 有没有第二封信寄过来了 零好零尾 然后我们看一下 类文里面有没有换行 OK 有 有没有 有换行了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功能是一个 还蛮不错使用的功能 可以代替你的email自动行销系统 因为自动行销系统基本上 叫你直接寄信到对方的信箱当中 或者是对方填写表单 然后寄到他的信箱当中 都是要收费的 就是你可能要花月费或年费去买那个软体 那Google表单其实已经可以做到 这样子的一个简单回复的功能 OK 那其实之后你要更改文字的话 因为我这边是做一个测试 你要更改文字的话 就是把这个双引号当中的文字 改成你想要改的文字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上面你想要改成你要的资讯也是一样 OK好 那基本上这一段影片就教大家 该如何制作一个可以回复 可以自动寄信 利用系统自动寄信到对方信箱的 一个Google表单 好 那我们之后的影片再见 我是林伟 大家拜拜